一場攻城戰 這次回到了黑輪峽灣 但還以往不同的是 這次我們擔任的是防守方 此刻A點安靜的可怕 那將畫面轉軌B門外 B點門口有隊唐武衛在推車 就在他快退到門口時 守方把門打開 放出了夥伴騎兵 這種出乎意料的操作 讓對面措手不及 只能看著唐武衛整團被吃光 自己卻沒有任何辦法 雖然在最後使用了投石 但這些馬就像沒事一樣走掉 現在那武將的心態一定受到了一些打擊 此刻的他就像在登舟的我 因為失誤而讓小瑞被馬吃光 連一刻也沒為唐武衛的死亡哀悼 立刻趕到B點的是他們的洋弓部隊 雖然表面上是洋弓部隊 但可以看到他們帶著兵團十分配合 要是一個不小心洋弓就會成真弓 所以我們也很配合的回到了B點 但就在阻力全部到達B點時 我們才發現他們是假裝要打B 其實是想讓A點的隊友衝進去 將我們分散後各個擊破 他們的目的確實達到了 但你們好像忘了兩箭矢 一是我們牆上的隊友 二是更重要的 你們的巨馬兵呢 兩隊不戰騎士從後方發起衝鋒 對面則是懸甲使用重神兵 本來導向勝利的戰術 就因為1點的失誤 變成導向失敗 A點的敵軍已被殲滅 就算後面趕來一些援軍 也無力改變戰場局勢 A點已經安全了 不過在A點安全的同時 B點的陽光部隊也抓緊時機發起進攻 B點的敵軍有鐵浮屠唐武衛和瑞士 我們則是鐵浮屠和女武神 對面不僅是人數優勢 兵種也是優勢 我方的守軍在瞬間就被擊潰 失去B補只是時間問題 但B點內由我方堂武衛陣首 B點的守軍已經被打到只剩下武將 對面卻沒有什麼損失 我方殘將正在逃竄 他們需要等到A點的友軍回來幫忙 那A點的守軍回來的話 A點又會回到空城 但不回來的話 剛剛損失士兵的武將 就無法機械新的士兵 所以我們只能全軍回防 畫面回到我身上 我帶著剛剛損失過半的破舟盾 回到補給點支援 只是對面只剩下幾個武將 和一對鐵浮屠 但他們的思路十分清晰 他們並不需要在這邊打贏我們 只要卡住這個補給點 然後我們就只能選擇將A點放掉 因為跳這個補給至少能持續20秒 而叫出兵船大概需要8秒 那算上趕路的時間 我們根本無法回救A點 此時最好的辦法只有 把他們送回去毒秒數 讓他們復活時間延長 在戰役裡死亡次數越多 下次復活時間就要越久 這邊只剩下長槍和戰斧 他們的戰略目的達到了 我們只能收下他們後 快速向後補撤退 在剛抵達後補時 跑出一對懸甲 這個衝鋒非常自信 自信到我都覺得懸甲沒有被削弱 但隨後的事實讓我明白 他只是單純想送 吃完外送後 畫面轉到C點 C點內我方撤退的武將 看到點內只有一人 立刻讓對面感受到多打掃的正義 他可能也沒想過 C點在積分場基本上是放的 但卻有一群人下來扁他 C點內的武將在二次撤退時 被對面攔截了 現在感受互換 體驗正義的是他們 在隊友被解決後 敵方也快速駕鎮 現在來到雙方的炮擊階段 這個階段非常考驗手方的扛壓能力 因為對面的炮 能夠壓制裡面的任何位置 畫面上看到這兩人正在駕炮 他們的炮能對手方造成強大的心理壓力 一個造出的舊炮 一個常規的吊炮 一個是頭火罐 老實說舊炮我能理解 但這頭火有點超出我的理解 但只要不去理解 我就不用騷擾我那可有可無的大腦 畫面上能夠看到 防守方的位置被炮給限制住了 因為在補擊點內可以使用頭時 這樣他們就能更輕鬆的贏下這補擊 敵方進行了幾輪的炮擊 已經順利的把我們趕到補擊內側 這個畫面正是對面想要的 這樣他們就能不用擔心側面的壓力 直接把我們卡在補擊 然後不斷炮擊按頭時 將我們徹底擊敗 雖然在側面 我們也有少量部隊 但主力部隊都被趕到補擊內 或許有人會問 為何防守方不用炮進行反擊 後面也有些點位可以反制他們啊 這就問對了 因為沒錢 敵方如同正在做飯的人 法米不斷的趕到名為補擊的鍋裡 如果我們要避免被征熟的命運 那我們就只能在此與他們決戰 剛召喚出來的兵團 馬上就被投石打到無法戰鬥 但我方進中使用平推 想在敵方還沒推進前 先打他們個措手不及 敵方鐵伏出從後方進攻 也想打我們個措手不及 雙方都拿出新兵團馬其盾防陣 這東西只要前面有隊友就難以擊敗 雙方進入了激烈的角落戰 對面如同饑餓的克勒 在等米征熟後享用 但不知道各位發現沒有 先前的炮擊停止了 還有他們的援軍到哪裡去了 援軍確實來了 但來的是我們的 畫面回到一分鐘前 在雙方要進入正面戰時 我獨自進行特種任務 任務內容是阻止敵方換兵 還有尋找對面炮擊的武將 阻止的任務完成了 現在我要去尋找炮兵 但在這個時間點 我方大本武將也展開行動 想從後方截斷敵軍 那時刻就從單線戰鬥 變成三線作戰 我在追逐敵方逃跑的武將 並看到了敵方的炮兵 那我假如在這搗亂 任務就算成功了 現在對面的炮擊陣地 已無法繼續提供支援 而我們的階段部隊也已抵達 在對面幻想著可以開心吃米食 怒然回首 敵人卻在友軍陣地處 我方馬其諾方陣和他的堂武衛 已抵達戰場 在前方哭哭等待援軍和炮擊的敵人 此時才會發現 在他們進入這個地方時 剛剛一切的幻想都只能是幻想 馬其諾方陣使用戰神連刺 將敵人徹底打醒 現在點點的敵人所剩無幾 但我方不經典也被對手跳住 畫面給到敵方重生處 看到有個中獎在享用遠程 但敵方已經集結完兵團 現在敵方士兵正在趕路 並且這裡還是敵人的衝生點 等等就會跑出馬來 來把補擊點給拿下 敵方的士兵在此地等待 他們在等重生的武將 重生的武將拿出了馬 等等只要馬衝進補給 這波我們就無力抵抗 因為到現在這個補擊點 都還有敵方武將在跳點 敵方的馬使用衝鋒 要將我們補擊點的武將給擊潰 如果在這失去過多的武將 那等等大本會極度難打 有些友軍已經發現了這點 正在往大本撤退 但就在這個時候 我帶著我的波州小盾 來清理遠程了 但在我想要快樂的吃遠程時 裡面有一對鐵浮屠 那吃遠程的活動就改變一下 變成我要活下去 畫面回到大本 順利淘寶的我現在要回去換兵 而敵人是一點機會都不給 在我方少人的同時 敵方的馬進行了一次清場 隨後跟上的是他們的步兵部隊 後面還有一整團的遠程 現在敵方有大量遠程在支援他們的步兵 但我們就沒有這種待遇了 雙方步兵進入白任戰 他們後面甚至還拿了出兩隊馬其盾 戰況對我們相當不利 第一面部隊的質量是贏的 但他們的遠程確實太多了 我們又沒有反遠程的兵種 只能依靠中甲去制裁他們 但人數眾多的遠程 加上防守的武將 也讓中甲無法順利的完成任務 他們甚至囂張到直接在臉上開射 但太囂張的人都會被制裁 所以選甲棋馬上拉明白謙虛的道理 但上面大量遠程仍然沒有解決 只要不處理掉他們 我們的士兵之則被嫖得一干二净 我方同位成功抽取到了敵人後方 但就算如此敵人的正面仍然有馬其盾在防守 雙方陷入了僵持 他們有遠程的優勢 我們無法冒然前進 而他們只需要配合好遠程 就能無限壓制我們的位置 在這關鍵的時刻 佛方騎兵決定出擊 武將負責控制馬其盾 騎兵則去處理他們後面的兵團 現在的畫面就是我們想要的 敵人的正面部隊已經被擊潰 但上面的遠程還在 所以我帶著對遠程的憤怒衝了上去 但在上去的瞬間 對面就抓緊了這個機會 用馬的機動性 解決了我的隊友 動性時已經來不及了 現在要被處理的是我 超長槍在與隊友脫節的情況下 戰鬥力只比農民高一點 現在來到了最後的決戰 雙方兵都不多的情況下 質量會決定一切 右面現在有莫刀拳甲和不戰騎士 還能丟出頭屎 單況對我們十分不利 敵人正在壓制我們的出口 想讓我們的士兵全卡在那邊 然後一網打進 在此看到唐吾薇在做最後的抵抗 對面在清光我們的部隊後 覺得勝利在握了 雖然兵力上我們多於他們 當我們只拿出了兩隊伯州弩 這就代表我們的質量已經不行了 但真的是這樣嗎 帶著黑暗的時刻 聖光啊 帶我們走向勝利吧 在鐵浮屠到達戰場時 我要發動虎負 現在我要和鐵浮屠展開雙線作戰 我負責阻止敵人架炮和挨打 他們負責痛扁敵方武將 鐵浮屠在最新加強中 把剛一中甲上限提升至60% 每次收到攻擊會減少2.5% 直到剩下18%減傷 並且我還上了13%減傷軍魂 還有他節點自帶的9%減傷 現在我要問你們一個問題 你們還有兵可以解決我的鐵浮屠嗎 那我選擇一陣子 我選擇一陣子 我選擇一陣子 運用 現在